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熙明等人到酒店喝酒 被台湾警方发泄行踪 一路尾随跟肩到高雄一处杀石场的落脚处 警方采用口袋战术将张熙明和同伙团团包围 凌晨2点07分 警方展开第一波的攻坚行动 双方对开了400多枪 带徒向警方投掷3到4枚的手榴弹 第二波攻坚 300名警力全力支援 台湾警方甚至向他们的军方求援 没想到全副武装的歹徒 竟然穿着和装备都和警方差不多 这个时候根本分不清你我 两方遭遇时 警方向歹徒问了一句 你是哪个单位的 立刻又是一阵枪战 警匪双方驳火一千多发 歹徒又向警方指出三枚手榴弹 造成四名远警受伤 五名歹徒趁乱突围 其中主嫌张熙明和另一名同伙陈静雄 穿过果园跑到公路上 挟持一名骑脚踏车的老翁 并且拦截一辆车逃逸 快点吧 上午八点多 警匪双方在犯罪集团 苍生的沙石场对峙 台湾警方围安小组 站在喷水车顶当作制高点 并且在周围堆满了沙包 当作防弹坑掩护 就这样向沙石场内强力开火 两名歹徒落网 其中嫌犯李金城吸血投降 而邻国中左凶重弹 被紧急送医急救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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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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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走开 走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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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来 开好就好了 来 走开 来 走开 走开 随后警方在沙石场内 起出了现金七百多万元台币 以及多发手榴弹 这个被台湾警方列为 头号通气犯的张锡铭 错号小黑 是出身台湾帮派天道蒙的 一代虎杀手 他和同伙陈敬雄 邻国中张宏吉 是台湾警方眼中的四大汉匪 从九五年绑架一名度假村的老板 勒索两亿元台币的天价之后 近九年来犯下重案无数 特别是今年一月 绑架电台的主持人勒索一亿元 二月份绑架一名冯姓商人的夫妇 得款一千万元 五月份绑架档部的老板 得款一千五百万元 六月份勒索一名高雄的女乡民代表 并在高速公路上 向警方巡逻车开枪示威 七月份先绑架一名富商 得款三千万元之后 又绑架一家客运公司的少东 得款三千六百万元 同时这个犯罪集团的守法残暴 绑架肉票之后 经常以铁链绑人 并且拳脚相向 作风相当凶狠 警方也下达了格杀令 我们在清前教育当中 我们要求通人 正确使用警戒 大胆使用警戒 张习民集团 被当地警方视为台湾治安史上 火力最强的犯罪集团 两方面对面遭遇时 在歹徒身上精锐的武器 不但有先进的M16和AK47步枪 同时身上还配有多发子弹 以及手榴弹 这些是警方查破歹徒作案的武器 包括M16系列步枪 配备有红外线扫描器 枪杆还附上狙击镜 嫌犯共称还不止这些 目前又进一批枪进来 这个火力是蛮强大的 张习民带670万 这个是张习民带过来的 那至于其他钱的话 他不了解 民众人他都不了解 张习民集团持有强大的火力 这次警腿枪战 总共勃活3000多发 歹徒疯狂的扫射 企图突破封锁线 让警察与记者 全都曝露在枪林待遇中 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远警与歹徒的对峙 距离几乎只有不到10米的距离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可以吗 我跟你讲 而传媒记者 更是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向前冲 现场处处惊险万分 不过在千军一法之际 画面中这名被挟持的老翁 竟然能够激紧的脱逃 你看警察啊 没有警察我就终了 我跟这个 你只会终了警察就对了 没有我终了 我迫你去城市我没得了 你全警察的什么吗 对啦 全警察的什么城市 警察不是风 这时候风发一行 警匪枪战惊心动魄 主嫌脱逃 警方沙盘推演 嫌犯可能的行踪 进行搜索 并且封锁各个主要的交通要道 及港口 防止张喜宁等人偷渡出境 而台湾舆论界讨论分析 警匪双方在第一时间的 战术级战绩 至于漏夜发生枪战的 高雄沙石场 现在则成了官方区 许多民众特地来摸摸弹孔 一堵战地的风光 另外保险业者 则是适时推出了绑架险 掌握这群心中怕怕的 富商逃门客户 在乱世中抓住商机 而传媒记者 仍然是紧跟着警方 强力进行搜捕行动 凤凰卫视刘静文台北报道 台湾人真是勇敢 这场交火三千发子弹的枪战 过后第二天 现场就涌进了大批民众 他们看电视直播不过瘾 还要到现场亲自体会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尤本家 祝您一切顺心 我们再会 在主要是采访当中 跟着警方进行攻击动作 在警察身上有 荒弹背心 有枪 我们身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 人肉一匹 人肉一剑 跟一台摄影机 其实自己蛮害怕的 会怕 呆徒以为是 我们是警察 拿的桶 他的火线桶 对他们发射 其实 怕 那个 呆徒也会 朝我们这边发射 在这次参谋